就在前不久江苏无锡关山路警务工作站接到了辖区居民的报警 说家里有两岁大的小朋友不小心被反锁在了房间里了 因为家长找不到房门钥匙 孩子能独自在房屋当中哭喊不停 情细之下呢只好报警来求助 是在哪个房间 这个房间是吧 有没有什么楼梯什么东西 有没有什么高的东西 那个窗户是不是开着的 民警到达现场后得知 开锁公司要半个小时后才能赶到 而此时房间内孩子的哭声已经逐渐微弱 家长在外面心急如焚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意外随时可能发生 民警觉得不能再等下去了 必须另想办法进入房间 然后我从他们那边外墙看了一下 然后因为外墙的那个平台 有比较宽的一个落脚点 然后同时呢 他邻居的也是在家 然后我们考虑了一下 因为小孩子可能在门外 不具备那个破门进去的一个条件 有可能会导致其误伤 我们就选择了一条 从邻居的外墙 从翻窗 然后进入到他报警人家里 再谈来 小心一点 没问题了 小朋友 小朋友不哭啊 没事没事 没事没事 那天是个雨天 窗台上还是比较湿滑的 但考虑到孩子的安全问题 民警也顾不上那么多 直接通过外围墙翻窗进入了房间 索性孩子只是受了点惊吓 并无大碍 下楼